据货车司机说,当时他看到执法人员拦截事宜停车后,又开出了三公里才停下。 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,从执法人员13点44分58秒明确事宜货车停车,到13点46分06秒货车停靠,一共用了将近70秒的时间。 货车司机下车后和执法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。 21号,佛山交通综合执法部门针对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 我跑到对方的迷路,我特别是抓住他,为了他的安全。 特别现在的共识,大家在手机,一环上过了很多视频帮忙,我们治安帮忙, 有没有理由,还不敢动手打人,这个华人射到人, 这个人会打出一支网络,这个人会打出一支网络,这个人会打出一支网络, 确实没有打人,没有,确实没有打人。